老闆自己还要到大卖场来看看消费者的意见 与朋友创业做椰子水生意 他说自己因为减肥而爱上了椰子水 一年之内走了许多国家找最好的原料 想起生意他可是头头是道 从年轻到老都适合喝椰子水的 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做一个产品的话 如果自己都不亲自喝的话 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推给大家 一定要做一个我觉得健康的 我觉得大家能喝的而且放心的喝的一个饮料 那接下来会不会不顾发片了 我是白天给Real Coco上班的 然后晚上是做音乐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音乐的人不会早上起床的 录音师啊什么乐手啊 都是下午晚上才会开始做音乐的 所以这方面呢 我可能睡眠会少一点点而已了 很有商业头脑报答 副业变成了椰子水CEO 老闆自己还要到大卖场来看看消费者的意见 其实我们去卖场的时候确实有人看我 说你是来唱歌吗 或者怎么样 可是结果呢 没有说我是来卖椰子水的 然后来你品尝了 他们也觉得有点怪怪的 怎么会有歌手来跟我们品尝椰子水 彭琳琦砸了20万元美金 女朋友创业做椰子水生意 她说自己因为减肥而爱上了椰子水 一年之内走了许多国家找最好的原料 讲起生意 她可是头头是道 从年轻到老 都适合喝椰子水的 所以而且我觉得 如果我要做个产品的话 如果自己都不亲自喝的话 是有点不太好意思推给大家 一定要做一个我觉得健康的 我觉得大家能喝的 而且放心的喝的一个饮料 那接下来会不会不够发片呢 我是白天给Real Coco上班的 然后晚上是做音乐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 音乐人不会早上起床的 录音师啊什么乐手啊 都是下午晚上才会开始做音乐的 所以这方面呢 我可能睡眠会少一点点而已了 很有商业头脑报道